速公路上右侧路间处 浓烟不断窜出 熊熊火焰燃烧不止 这时一辆乡行车经过 突然一道白色火光 从地面爆炸 乡行车赶紧向左 大方向灯避开 差一点点就被波及 这事发生在一号 国道三号往南38公里的地方 一辆国道警车发生火烧车意外 紧销货报赶紧前往现场救灾 拉出水袋不断喷洒水柱 这是一辆国道警察车 一号凌晨在执行勤务时 突然发生火烧车 车子全面烧毁 车身已经完全焦黑 车头也不成型 整台车被烧的只剩下框架 其余都已经被烧的金光 凌晨11点左右 国道警察抵留大队 树林分队的远警 开着俗称红斑马的警车 在国道三号往土城方向 执行勤务 突然车头冒出浓烟 两名远警赶紧把车 停到路间求救 并拿出装备下车尝试救火 但火势逐渐蔓延开来 整辆红斑马陷入火海 幸好警销人员及时到场 拆媒人员受困伤亡 不过虽然车辆被烧的金光 还好重要的工具 都被抢救下车 而救下来的器材分别是 PPQ手枪两把 无线电 酒测器 置单列印机 以及相机各一台 都没被烧掉 国道警方表示 车辆是100年4月出厂的 而且都有定期保养 为什么会起火 目前还在厘清当中 记得郑小旬阿公雅曼 新北报道 西洋 前一年 总操作